第二视频咱用4毫米的磨盘加工了腹皮还有玉米粒 但这个腹皮太干了 出来了全是腹皮 像这种大孔的磨盘的话 通用磨盘的话 咱一般要求这个含水量 再少你也不能低于5% 一般在10%左右 这个含水量出来的颗粒就非常较量 上一期视频呢 咱加工完这个腹皮之后 又往里面稍微撒了一点水 出来的颗粒相当的漂亮 换了一块磨盘 据说这块磨盘不加一滴水 出来的颗粒就非常的紧实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大家想想看呢 这是全干的腹皮 没有任何水分 可以看到 一滴水都没有 然后这个是全干的玉米粒 同样的 一滴水都没有 非常的干 然后咱们试一下这个磨盘 出来的颗粒怎么样 咱们看一下 一滴水都没有 一点滴水都没有 一点滴水都没有 而且可以看一下 这些细节啊 精英气度的 装滴水都非常的高 可以看一下这个装滴水都 一滴水都没有 太神奇了 看看有粉没有啊 完全没有粉 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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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碳压光造作啊 相当漂亮 碳压主要粉朵 一丁点部分都没有 神奇的魔法 我不知道 这压制过程当中 大家听见我在那 咆哮了没有啊 确实太神奇了啊 一丁点的粉都没有啊 这纯玉米粒就不用说了 四毫米加工出来 和三毫米一样 都是没有粉 而且紧实度也非常的够 然后这个酥皮 这确实太神奇了 一点粉都没有 看到啊 这盆底儿 没有一点水分 嗯 一股香味 浓香 像这样的料 你养殖 这鸭鸭鹅 它能不吃吗 然后咱对比一下 这是四毫米的 这个是三毫米的 咱把三毫米和四毫米的 放一块 咱们看一下 这个忽略啊 这是没有加一点水分 出来这个粉料比较多 看一下这个 成型的 和这个三毫米的对比 四毫米三毫米的对比 看一下细节 浮皮啊 这个是浮皮 咱们看一下四毫米的浮皮 在这边呢 三毫米和四毫米的浮皮 对比 相当的漂亮 小孔的磨盘 几乎不加水 大孔的话 比如说四毫米的 稍微拌一点 如果更大孔的 像七毫米的这种磨盘的话 您加的水就要更多了 好了 如果您对饲料颗粒 养殖 或者是对什么机械 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的 给大家回复 记得点个关注 点关注不迷路 当您需要设备的时候 或者当您需要 技术指导的时候 小哥都能及时的给您 做出答复 一遍